大家好,我是終於走橋的鮑勃 青森的下北半島位於日本本州最北端 跟北海道只隔一個京青海峽 自然美景跟漁產都非常有名 本支影片的鮑勃就帶大家享用當地產的鮭魚 拜訪其加工廠看這些產品的製作方式 觀賞無敵海景以及海岸風情 大旦新鮮海產 購買當地特產 來場精彩的下北半島二日遊 我現在就要到我身後這台帥勁的新幹線出發前往八戶囉 大約三個小時的車程我們來到青森的八戶站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Rentacar租車前往Mutsi囉 我們大概坐了兩個半小時左右的車 我們現在來到夏北名產Center 要來吃中餐囉 這邊推薦三種料理 現在就是這個黑鮪魚丼 這一碗就是主廚推薦的海鮮丼 干貝滿點的干貝定食 看起來就流口水了 先來吃吃看這個晶瑩剔透的干貝 一點腥味都沒有 然後配一口飯 也就是跟在東京市區吃起來就是不一樣 那我們吃完飯的時候呢 可以在這邊買這些青森夏北半島的一些物產喔 我們開車前往下一站吧 那我們第二站來到北彩屋 這邊是鮭魚的食品加工廠 那這個加工廠這邊呢當然也有商店啦 我們來進去看看這邊的商品吧 聽說就是明星商品 來當茶泡飯用的 這樣把包裝打開啊 然後把它夾在飯上 接下來加上熱水就可以直接吃囉 看起來超好吃的呢 他們這邊竟然有賣鮭魚的罐頭 那當然呢也有冷凍鮭魚啦 看起來超好吃的 好啦我們接下來就來試吃看看 這鮭魚的生魚片 那在岩手縣大概養兩個月之後的魚苗 然後送來這邊之後呢 養八個月之後把它養大之後呢 然後在五月跟七月的早上啊 這個鮭魚會特別的好吃 色澤非常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非常好吃 讚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這個水煮鮭魚罐頭的味道 好鮮喔這個味道 所以它吃起來一點都不柴 我可以把它整排都吃掉 嗯 試吃完商品之後 包伯換上帥勁的白袍 參觀一下他們的加工廠 在這裡可以看到商品的製作過程 非常有效率且乾淨整潔 那我這邊再切魚啊 然後這邊呢 放在味噌裡面 讓它稍微醃漬一下 然後馬上放到後面呢 就把它包裝起來 再把袋子密封起來就完成了 那大家所吃到好吃的加工品 就在這邊完成啦 那我們去下個地方囉 走 那我們來到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 Masakari Plaza 這裡販賣下北半島 以及青森的物產 可以買到很多很棒的紀念品 自己留著跟送人都不賴 這邊的明星商品啊 叫做Fry Bowl 吃起來有點像是donuts 就是甜甜圈的感覺 這邊是青森的檜木啊 裝在袋子裡面 你可以放在家裡 或你的車子裡面 那可以驅蟲喔 也可以做成各種不同的商品 比方說像這個裝飾品啊 像砧板一樣的東西 檜木做成現箱 可能也不錯喔 北柴屋的商品啊 在這邊也有賣喔 第一天豐富的行程結束了 我們開車前往市區飯店休息晚 大家早安 我們開始第二天的行程 我們現在在出租車上啦 我們現在要開車前往Hotokkaura 從市區的飯店開車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來到了卓錦港 這裡位於下北半島最西邊 我們從京青海峽文化館Alusas 購買船票 等一下就要搭乘後面那個船呢 去Hotokkaura囉 搭乘的高速觀光船 Shimokita號 是一艘可以載100個人 可以邊看美麗海景邊吹風 大約30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Hotokkaura這個區域 有相機的人趕快趁現在拍下沿途的巨岩跟斷崖 到這邊囉 超級無敵漂亮的 這裡是2000萬年前的海底火山 以幾百萬年海水侵蝕而成的自然景觀 整個最美的區域大概兩公里左右 高速觀光船會讓乘客在此休息約30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散步觀賞大自然鬼斧神功的美景 好大概30分鐘左右呢 我們接下來要回船上 現在時間接近中午 我們回東京之前順道去大監吧 這裡是本週的最北端 你可以在北尾41度32分的紀念碑拍張照片 然後摸一下最北端的海水 看17公里外的北海道 另外大監的黑鮪魚一本雕 就是勇敢的漁夫跟黑鮪魚的戰爭 大家在這裡照張相後 可以到商店街市 看超級美味新鮮的黑鮪魚洞 我們兩天一夜行程就在這邊結束囉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拜拜